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人民民族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来领导 中国的流量地球遭到了美国指令级代理人 在中国各类新媒体上攻击抹黑 我们始终还是在围绕着人的福祉在做努力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由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员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次讨论过美西方的民主 美西方民主有许多的表现形式 也有许许多多的本质特征 我们今天继续来深挖 那演播是两位嘉宾的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 欢迎 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要研究员 邱文平老师 欢迎 好 我们先把演讲的时间交给两位 稍后我们开启现场对话 有请张教授 我们这个节目多次讨论过民主问题 包括如何界定民主 多数中国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民主 但在西方话语的长期影响下 西方许多人都认为民主就是程序民主 或者叫代意志民主 当然随着西方民主走衰 西方内部质疑和反思这种民主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23年1月30号发布的这个民调 7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那么大事实话就是把形式民主 或者程序民主等同于民主的历史并不长 一般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比特 1942年发表的观点 就是说现代民主不能再是古希腊那种古典民主观 也就是说人民统治或者人民直接统治 熊比特说这不现实 也无法操作 所以他把民主呢做了重新界定 定为少数精英分子 通过竞选获得民众的选票 所获得国家的执政权和领导权 换言之民主不再是人民直接统治 而是人民选择统治者进行统治 那么这个观点呢 不久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 而且传播到很多国家 那么为什么这种形式民主 或者程序民主 这么快就被这么多的西方政治经营 接受了 我想一个主要原因是 西方国家的资本力量 发现了一个秘密 就是选举领导人的这个过程 可以被资本力量控制 其实西方资本力量早就大致实现了 对社会力量 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控制 由于这种控制 资本力量可以左右选举 最终选上来的人都可以保护资本的利益 讲白的就是资本力量控制媒体 媒体左右选举 当然资本还有其他途径来影响选举 那不久前呢 美国媒体研究中心旗下的一个叫MRC Business的杂志 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那么再次实锤了 就是美国资本力量 对主流媒体巨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个报告呢 是这样说的 金融大鳄索罗斯 为传播他所谓的开放社会 Open Society 投入了320多亿美元的巨资 包括像至少54位 有影响力的媒体人支付报酬 这些媒体人分别来自CNN NBC CBS 华盛顿邮报 等美国主流媒体 也包括NBC晚间新闻的主播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 彭博新闻社的联合创始人 CNN的知名主持人等等 还有专栏作家 资深编辑 新闻高管 记者等等 那报告特别指出 就是这张媒体的关系网 是索罗斯对媒体报道什么 怎么报道 以及哪些不能报道 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有感于此 俄罗斯外交发言人 扎哈罗瓦1月20号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说美国金融大鳄 乔治·索罗斯 多年来向多家 美国主流媒体支付巨款 那么这个材料 对于美国民主制度来说 相当于是核爆炸 他这样说 有证据表明 美国主要媒体是收了钱 来修改对新闻信息的表述的话 那么整个美国民主 裹挟着他们的宪法 一并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毕竟华盛顿一直是声称 媒体是自由的公正的 这个是他们所谓民主制度的基础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资本利国的国家 不是所有美国人的国家 所以才会出现 占人口1%的富人 占有大约美国一半的财富 然这又导致了 美国今天社会的高度分裂 和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一路走衰 他们服务于资本的利益 一直为新自由主义叫好 结果换来的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导致美国百姓财富 大幅度的缩水 如果扣掉物价上涨的因素 美国家庭的中卫进资产 到今天还没恢复到2007年 金融海啸爆发前的水平 如果说这一切只是说明 美国金主如何操纵 美国国内的民主的话 那么美国金主还积极地 在世界范围内推销美式民主 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美国也获得了 世界动乱之源的称号 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等 无视美国自己国内民众的不满 乃至愤怒 一直在世界范围内 培养美国的第五纵队 以自由化 公开化 民主化为名 大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最终目的是洗劫他国财富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 曾比较中国人民民主模式 和美国资本民主模式 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说如果没有一个 代表人民整体力的政治力量 来领导人民民主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资本的力量 来领导 而且很可能是西方的资本力量 来领导 因为他们更有钱 他们有遍布世界的各种 非政府主题 包括对主流媒体 乃至社交媒体的广泛的控制 他们更有经验 因为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 早已是金融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还可以呼风唤音 他可以随时抛制一千条假新闻 扶植一万个非政府组织 搞得你四分五裂 天下倒了 能趁机把你们国家财富 和百姓的财富洗劫一空 当初的苏联就经历了这一切 只要在1987年 索罗斯就在苏联建议了基金会 一大批西方资本控制的 非政府组织一起 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 成功忽悠了苏联知识界 和党的许多高级干部 最终苏联自飞武功 于1990年2月决定放弃党的领导 1991年7月通过私有化法 然后于1991年12月25号国家解体 西方势力和俄罗斯寡头 趁势大肆掠夺苏联国家的财产 和百姓的财富 资本控制的媒体 先是全面鼓吹俄罗斯私有化 然后是全面唱衰俄罗斯经济 造成社会极度恐慌 百姓抛售通过私有化 获得的股票债卷 最终西方和罗斯寡头 把苏联人民70年的财富 细结一空 索斯等美国金融大额 还引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曾愤怒地指责这些金融大额 说他们的作恶 是我们20年的发展努力 复制东流 索斯本人长期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中国描述为开放社会的最大威胁 他曾多次对香港下毒手 1997年他在东南亚得手之后 立即试图做空香港 但在中央政府的坚定制之下 香港特区打赢了金融保卫战 使索斯遭受重挫 2019年香港修理风波期间 他又卷土重来 推动颜色革命的同时 对香港发动金融战 香港特区及时采取了行动 稳定了局势 索斯再度打败 杀鱼而归的索斯还是不甘心 多次公开表示 他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 超过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当然 在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现代化 的不断成功面前 索斯遭留着失败的命运 是注定的 但我们还是要十分警惕 美西方势力 资本的力量 在中国推动各种各样的 颜色革命的图谋 而且要基于樱头痛击 索斯公开把自己的基金会 称之为政治性的慈善 不宜于力地向全人界输出 美国意志形态和价值观 在全人界策划 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 虽然在香港遭受重处 但他在乌克兰 格鲁吉亚 加尔基斯坦等国 屡屡得手 当然多行不易必自毙 越来越多的国家 看穿了索斯遥留的图谋 2015年 俄罗斯禁止 它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在俄罗斯的活动 到2017年 它的基金会 又受到了罗马尼亚 匈牙利 马其顿 波兰等 国家政府的抵制 总之 金主操纵民主 在美国国内 早就不识秘密 所以美国金主 在海外推动美式民主 现在看来难度也越来越大 中国是现代化 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和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民认为 自己国家也应该 像中国那样 探索符合自己 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并走向成功 好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下面我们请 中国研究院特效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 宗教学研究的主任 徐文平老师给大家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张老师 刚才张老师 系统地介绍了一下 金主操纵民主的套路 我是想从 美西方操控舆论的 历史传统 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西方文明的源头 是希腊罗马文明 希腊的哲学思辨 和罗马的演讲术 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承 很多人都很崇拜 希腊老马 认为西方的理性 和民主渊源流畅 其实 无论是希腊城邦的哲学思辨 还是罗马帝国的雄辩术 其初衷既不是为了理性 也不是为了学术 主要是为了 赢取权力和财富 而开发出来的诡辩术 其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修辞技巧 巧舌如簧的煽动听众情绪 无名化其对手 从而在政治和法庭上 赢取胜利 罗马政家希腊罗 在《论演说家》中说 理性缺乏说服人们的内在能力 要使理性拥有力量 并发生影响 必须加上雄辩术的说服力 如凯撒希腊罗 都是精于雄辩术的演讲高手 他们用词早华丽的动用演讲 为自己辩护 打造了不朽的名望 到了天主教占据欧洲历史舞台的时候 为了传播宗教信仰 天主教把讲故事的本领 开发到非常完善的地步 教会传教不仅仅是依靠教条 而是通过定期的聚会 礼拜 用各种先知的事迹 圣徒故事和神迹来劝抑信众 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对世界的认知 达到了统合信仰的政治目的 其次我想谈一下是 现代美西方舆论体系 继承了天主教编织神话故事的能力 并将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中由于好莱坞为甚 各类大片背后 都有金融寡头和金工复合体的资本支持 为美西方的全球舆论霸权 立下了汉马的功劳 将丛林法则 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 对第三世界的国家 进行潜移默化的洗脑 视西方为天堂 用西方视角的所谓独立思考和反思 来攻击自己的祖国的文明和制度 西方的电影技术 进化到以精巧动人的故事 来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明优越性 所以好莱坞会拍出各种风格的类型片 保证覆盖到各个阶层的类点 既能起到洗脑的效果 又能赚得盆满钵满 真是一局多得 大家都知道许多好莱坞影业公司都是犹太人控股的 美国犹太人因为历史原因 政治上非常敏感 虽然在政治理念上偏向美国民主党 但两面下注显然更加安全 对暴躁的共和党人也会尽力迎合 而好莱坞影业背后的强大的犹太财团 也保证了美国没有哪个政客敢于得罪犹太人 毕竟金钱才是美国政治的命根子 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索罗斯也是个犹太人 就以好莱坞近期的系列大片为例的话 阿凡达是接近民主党理念的大片 里面似乎充满了人性和对弱势种族的关怀 但电影的核心在于 只有来自西方的孤单英雄 才能够拯救落后的种族 逃脱愚昧走向文明 本质上还是民主党传教士的启蒙套路 而符合共和党口味的战争大片《壮志林云》 则是赤裸裸的征兵广告 因为第一级征兵效果爆棚 美国国防部在兵援枯竭的津铁 更是亲囊相助 光是设备策划书就有84页 美国海军更是借出了18架FA-18战斗机 来供具足使用 耗资之大都足够来一场小型战争了 如果只是拍一部电影 值得美国军方如此大出血吗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流浪地球 遭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为首的 西方舆论的大肆抹黑 许多文章的作者还是华裔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 美国指令其代理人 在中国各类新媒体上 攻击抹黑流浪地球是专制主义 大肆吹捧阿凡达的普世价值观 电影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 美西方开发的真是淋漓尽致 其是用刻意打造的族裔 金钱和性别差异 分化社会阶层 让各个利益群体 思维碎片化 让老百姓信仰从临法则 崇拜金钱 追求权力 鄙视践踏弱势群体和穷人 从而化解积极矛盾 带来的革命风险 这是一种异常成功的套路 白人民众获得了 罗马公民一样的虚幻的高贵感 以主子对奴隶的态度 看待其他文明 将其他民族视为略等民族和未开化的蛮族 结论就是 这些野蛮人只配等待美西方的启蒙和拯救 不服管教的 自然要用枪炮予以惩戒 叙利亚 天灾人祸交加 大地震之后 美国依然毫不动摇地拒绝解除制裁 各国的援助难以及时到达 叙利亚人 只能用手来挖掘被困着 世界不进枪的国家不是没有 枪奸案如此频繁暴力的 只有美国一家 好莱坞大编中 无论是美军还是警察 一言不合 拔枪就射 是人命如草芥的强盗模式 深刻地理想了美国人的性格 我们不由地会陷入深深的沉思 这是否是美国的体质问题呢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员特约播出 那刚才两位嘉宾都给出了演讲 那说到美西方的这个民主 两位都指出 他这个背后金钱操纵民主的特征 非常的明显 所以也想问一下两位 他的这个特征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那么的明显 因为如果我们追溯西方民主 最初一些思想者 对他定义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还没有这样的特征 就西方民主这个传统的基因缺险 就是它是少数人 富人的民主 是从一开始就这样 你可以知道甚至古希腊 那就是少数人 古希腊是奴隶社会 古罗马是奴隶社会 都是少数人 可能人口5% 甚至更少 然而这个传统 迄今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英国为例 你看它是光荣革命吧 那是18世纪末 之后100年 也就到19世纪末的时候 他投票大概是5%的人口 然后真正一人票 什么时候开始呢 21岁公民可以投票 是1949年 18岁上可以投票 1970年 如果你从1970年算民主 那我们改革开放1978年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当我们追溯到 所谓的西方民主设计的源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透着不平等 因为所谓的民主的背后要投票 但投票很多人都没有投票权 您刚刚也举了英国的例子 那是不是像美国的 它的这套民主制度的设计 它一方面从欧洲的西方的一些国家 从它的一波继承而来 但是不是它某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它的一些金钱操纵的特色 对 这个列宁说过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社会的国家 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你本质上想想 什么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整个社会 是围绕资本在运转的 那么资本的核心就是金钱 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整个社会是围绕社会在运转 那么社会的主体就是人 所以说以金钱为主的社会的话 围绕金钱运转的 那当然谁的钱多 谁有报以权 所以刚刚这样子也解构了 就说自古以来 西方国家就是围绕富人来进行运转的 它对于民主的操控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民主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从古希腊民主到罗马民主 一直到当代民主 从欧洲再到美国 它是越来越精巧地控制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就是说人们通过武力 通过宗教信仰来的人对于洗脑 这个控制方式 其实发现还是很麻烦的 你要通过金钱来操控人的话 这个就方便多了 因为人的内心的欲望 一旦被勾引起来之后 你不知不觉就被物欲所控制 那么你自然而然将金钱 作为生活的核心 谁的钱最多 谁就理所应当获得最高的话 他讲什么都是对的 他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帝国主义 刚才我们说到 邱老师有句话 说这个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阶段 叫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我们说 它是对外扩张 攫取才能够自己的发展来获得养料 那可能帝国主义在这个上面 它的特征就更为明显 之前演讲的时候 张老师引用了索罗斯的一句话 他非常仇视中国 是吧 他说中国是开放世界最大的阻碍 那我就在想 其实在资本家的眼中 所谓的开放社会 就是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 收割一切人的资产 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所以为什么索罗斯以及美国华尔街 都是支持颜色革命的 他就希望你的国家成立一百个政党 两百个政党 让他可以支持其中的某一个 包括东欧苏联 变色之后都这样的 只要某某某的政党没有上台 你的民族有假民族 你的选举定作弊 用它庞大的舆论机器来 对你进行围剿 那最后你限于被动 我们都说这个西方 他非常善于给人下个定义 他定一套标准 但是现在我们也随着中国话语体系的崛起 这一套标准 这一套定义 被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思考 他对不对 他是不是所谓的放置四海而皆准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不是正确答案 对 所以这个我是认为 这是资本的贪婪性决定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这个民主是资本的一种外化的形式 用来操控人心的一种形式 它是用非常复杂编织的故事 把各个群体自然而然又分化掉 现在他们发展得更加变满加厉了 就所有人都细化到无数的碎片之后 你能够达成任何的合力吗 共识越来越难形成 分裂越来越明显 你分裂成这样的时候 那么对资本操控的代价 更好操弄 越来越低了 我可以随意操控 所以这个其实马克思维 非常深刻地动静了这一点 你无论如何舍残莲花 你最后的本质是 你是一个彻底的超级的剥削和裂德的本质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 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 就是我们刚刚讲 社会以人为本 我们看得很清楚 谁是为了我们普通老百姓过得更好 而不是以金钱和财富 作为衡量人和社会的标准 按西方这个做法 我们为什么帮助老少变强力去 马克思维早一说过资本来到人间 现在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我们是要加以警惕的 资本的金钱力量 是对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应该是我们的工具 而不是目的 对西方来说刚好反过来 人是工具 金钱是目的 这是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 对 邱老师刚说的 对 我们一直说 金钱会使人物化 会使很多东西物化和异化 特别是我们在观察 美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 就要看到这一点 对的 这个美国文化里就有个词 就是我用的非常多 就是低油 就一桩买卖 就我老讲 就有我们有时候翻译 没有把它这个本质一直翻出来 你比方说当时这个 二代和罗斯福的新政 它英文是New Deal 新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关系 当中有个交换的 利益交换的 像美国这个中研议长麦卡锡 15轮选了去之后才当选 当中很多低油 那个问题上你怎么说 哪个问题必须保护 哪个问题不能做 所以这个导致它很多的问题 背后这个低油 很大部分是涉及金钱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把它 如实地准确地翻译出来 我们总喜欢性打哑 还要哑 它本来就不哑 你给它哑什么 对不对 要直打本质 对 大家可以去详读二十大的报告 二十大报告当中 说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 其实大家仔细去看 它里头有一些表述 它其实最终要解决的 就是人的解放 你想我们为什么说 社会主义制度 为什么说我们中国 在这个方面的成就和探索 因为我们始终 还是在围绕着人的福祉 在做努力 尽管我们现在还在路上 我们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还不够理想 要努力要奋斗 但是我们的方向 是非常确定的 一定不是物化的东西 而是要把人 整个的思想情感 他的整个奋斗的能力 给解放出来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状态 对 我们在节目当中 多次地剖析 美西方的民主制度 大家对美西方民主制度 可以说认识 也是越来越深刻 以往可能看到 比较多的表象 但是现在对它的一些 本质特征了解很多了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些现象 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困难 有的朋友 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能之前的那些 相对理性的认识和思考 又稍稍地往后退一点 他有的时候 感性的认识又出来了 或者他会觉得 可能还是彼岸如何如何好 遇到这样的困难怎么办 咱们怎么去跟他们进行沟通 你先看看我们的大数据 就是最基本的常识判断 过去的30年到40年 美国人的70% 实际收入没有增长 美国的家庭中卫金字产 本来也不高 到现在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日本30年 我看了统计数字是 收入增加4% 再是绝对数 就等于也是没有增加 还是减少了 欧洲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只有中国是不停在征兆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么明显的大事 都看不清楚 知识结构有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希望年轻人不这样想 年轻人这个比例上很少 年轻人现在相对少一点 有很多在国外留学的年轻朋友 结束了留学生涯之后 他也选择回来 他们可能也会有更宽的视野 但他会做一个很好的决定 他出国就知道了 哪里是未来 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的增长 过去十年超过G7 七国集团的总和 他们是为世界增长贡献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是贡献百分之三十八 你就知道的机遇当然在中国 毫无疑问 好 我们现场有很多观众 我们一起来跟观众对话 请大家举手 事宜告诉我 哪位要提问 好 欢迎你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黄良健 来自浙江温州 现在是浙江工业大学 应用物理学的一名本科生 我想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过戈登的《伟大的博弈》 和宋宏斌的《货币战争》这两本书 《伟大的博弈》中 作者吹捧摩根等银行家 依靠雄厚的财力和人脉 就是的伟大举措 而那个货币战争中 作者则认为美国的银行家 他们代表的是自己阶层的利益 他们看似光辉的背后 实则是默默收割着整个国家 和全世界的财富 那么随着时间的退役 在美国操纵民主的利益集团 是否有发生变化呢 好 请坐 首先因为中国现在自己崛起了 我们可以非常心平气和地看美国 包括它这个华尔街 包括它的这个发达的金融 你也不能全盘否定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还要适度地借鉴 现在你看我们新的产品开始出来了 最近为了刺激经济心地说 实际上就是需要把金融板块也做好 但跟华尔街最大不同 就是最终我们这个股市 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要这个就是真的 为人民的整体利益服务 而不是玩前生前的游戏 然后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然后你看美国内部 它这个华尔街 好莱坞 这个西部的科技 它有几个板块 里面对中国这个态度 有时候是有差别的 那么这当中我们只要有个成熟的心智 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本质上他们希望搞颜色革命的 就四年前的贸易战爆发的时候 我们圈子里的很多人 就是特别是搞金融 搞经济的 特别害怕 所以习总书一讲 党的领导 这很重要的 当时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定定力 这个战可以打 现在证明就打下来 美国打输掉了 既刚刚我们即将讲了 资本我们既要警惕资本 但也知道资本是整个世界运转的润滑剂 所以不能够帮它完全堆立起来 只不过我们社会主义 怎么样来利用资本 警惕资本 防止它作为一个西方霸权的代理人 到中国来收割我们人民的财富 但同时也要引用 或者是引进那些实体资本 或者对我们中国有利的方向 来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的朋友有什么问题 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叫邵一涵 来自上海 然后现在是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的一名本科生 欢迎 您看今天好巧 一位物理专业的 一位化学专业的特别好 你们都代表了中国理工科学生的未来 欢迎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欧洲资本控制民主的实力 然后以及如果说这样的行为 在中国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抵制 然后我们党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谢谢 你关心的是欧洲在这一块 他们怎么样 对我们美国讲的比较多 欧洲讲的稍微少一点 像欧洲也是资本力量影响非常大的 那个我们的郑若林老师曾经好像在这里谈过 就是欧洲资本力量法国怎么控制法国媒体的 那么一个基本事实 你要跟法国人聊 如果他跟你讲真话的话 他会告诉你 法国的媒体95%都是私人控制的 那么其中七个家族控制主要的媒体 法国人普遍是比较尊敬戴高乐 因为戴高乐他在二战的时候是法国的民族英雄 战争结束之后呢就成为总统 法国之所以还算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跟他当时的贡献有关 法国的核能核电 法国的DGV就是他那个高速列车 包括国防产业 包括空客 就是这些飞机制造等等 为什么 因为戴高乐时候 他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 所以中央银行实际上是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 他非常低的利息 1%更低 资助各种产业 但他死了之后 上来那个职业叫彭匹度 法国人会告诉你 那个彭匹度当时 他在罗斯查尔德里面工作过的 然后跟罗斯查尔德这个家族 签了一个就叫 非正式名字就是 彭匹度罗斯查尔德法案 它最大特点就是 剥夺了中央银行这个功能 所以后来的法国的产业的融资 全要找私人银行 私人银行的利息就很高了 4% 5%甚至更多 所以法国就开始走下坡了 基本上从75年开始 他们觉得整个国力 在开始走下坡 你就看得出来 背后资本的力量 就是越来越学美国模式 导致现在这个状况 你欧洲还有个欧盟 你问欧洲的老百姓 你们喜欢不喜欢欧盟 一半的人都说不喜欢 也说很不喜欢 为什么 他们会告诉你 两个次用的这种 一个叫 Bureaucratic 官僚主义 因为它离得很远 第二就是Corrupt 非常腐败 最近有一个副议长 也被查出来是腐败 他的腐败 还可以具体表现 是选美国 在布鲁塞尔 有大量的 上千甚至更多 我们有最新的数据 就是这种lobby 游说组织 完全选美国 就像华盛顿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产业 利益集团 制药的 钢铁的 什么什么 都有 然后就在那边游说 游说就导致腐败 其实 这不仅是欧洲 金钱控制 这个媒体的问题 实际上 你要知道像 现在除了中国之外 国际金融资本 它是可以全球流动的 所以说 全球的金融资本家 他其实不像我们这样 以国家来看待 他是以地球的观念 来看待世界的 除了中国之外 他们可以通过金钱操纵 几乎所有的媒体 那么主要的核心 就在美国 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他们都是犹太人 控股的 那么还有像摩托克 他是澳大利亚人 但他其实控制了 很多欧洲的媒体 但这些实际上 还背后所隐藏的 以变相的方式 来控股的大批的资本家 都很多的 这样你可以想到 这些国际游资 和国际金融资本家 他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你再怎么样 变好花样 他的控股方式 老板是一样的话 只不过换一个 不同的方式来 维护谁的利益 那么现在主要是 在刚刚讲的 欧洲 其实现在面临着美国资本 和美国舆论的 对欧洲的压制和控制 和洗脑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欧盟现在整个都 被美国绑架 他的舆论上 你被绑架了 他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 这个真的很替欧洲 感到遗憾 我们讨论了那么多次 这个有关欧洲的议题 好 来 下一位 欢迎 两位老师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 我叫孙浩波 是来自上海 毕业于日本国际大学 研究科的一名硕士人 你好 您学什么专业的 国际关系 理论 我的问题是 金主控制的舆论 之所以强 那是因为它有很多 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 在提供掩护和一些呼应 面对这样一个就是 极强我弱的一个大环境 我们有没有什么 更多的方法 可以跨越这些护城 从而达到一个 隔山打热的效果 谢谢 我可以补充问一个问题吗 因为您在日本学习 可能对日本的情况 比较了解 日本在这一块上 您有什么观察吗 怎么说呢 他们整体的一个社会舆论 会非常压制一些 跟主流意见不合的声音 就我自己的观察吧 就台湾那段时间 比较火的时候 我在油管可以看到 大量台湾有事 就是中国要怎么怎么样 包括比较有名的 那个超限战的舆论 它也会通过油管来 无条件地插播进来 但是很少看到 中国正面的这种娱乐 或者评估吧 就这是一个观察点吧 好 请坐 也给大家一些窗口 我们去了解一下日本 来听听两位的观点 对 你讲这个是对的 就是它这个金主 它有矩阵 你不要记住索罗斯 为一个例子 它在欧洲的布局 是非常广的 几乎所有的国家 它都有分之几个 乌克兰 大概十年前 就二十来个分支机构 而且各种各样名称的 有一个就影响蛮大的 就是在欧洲 在匈牙利 叫欧洲大学 European University 现在好像被禁止了 被停掉了 这就一种形式 这种属于直接的 还间接的 就是它参加一部分 它可能就资助你这个机构 一场活动 一个讲座 一笔留学资金 这一个沙龙 他们就一整套的做法打法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研究的 人家是在打仗 它非常清楚 战场在哪里 敌人在哪里 目标在哪里 没有在哪里 谁是要争取的 谁是要对象 谁是要被消灭 它非常清楚 您刚才说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种 矩阵的方式 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因为您常年做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 所以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我在想 很多朋友 他对这些议题 他比较困惑 恰恰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你在这也看到了 你在那也看到了 你以为它来自于不同的渠道 但你不知道它的根源 是同一个渠道 这个很多人是没有这方面的 我们所分析的这个能力 和分析的物料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 能够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我来举个例子 就是2015年 那个美国那个华人 最大的机构 叫百人会 他们请我去旧金山 去做一个讲座 还有一个美国人就问我 他说 你们这个孔子学院 这个在我们这搞间谍活动 然后这个 我们最近关掉了什么好几个 你怎么看 我说 这么两三个孔子学院 我就把美国下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我们中国任何一个好的大学 恐怕都有至少十个 美国直接赞助的项目 我当时这样讲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比它开放得多 但你后来想想有点后怕的 我们多少专业 特别人文社会科学的 国际政治 政治学 直接英文教材 美国的 就这样的 你看美国人多少警惕 两三个孔子学院 他都要给你关掉 所以我们也开始警惕起来 是他们的这样做法 使我们警觉起来了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美西方已经全面发动了 英英和中国七哥 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有时候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美西方的话 他非常善意用讲故事 因为他是长期以来的一种技能 尤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他会更加地来用这个方式 像最新的这个TRAP的GPT 那么我们看上去 好像很客观 很理性 那么他主要依据的 西方的舆论体系 和西方的资料扩着后 他对我们中国的问题 他就会做出一种 非常负面和否定性的评价 你以为他是理性客观的 中立的 但实际上 他在非常强的一种预设的 那么可想是 他会怎么样来预设 我们的中国和社会制度 和马克思主义 普通观念可以互相讨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由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员 特约播出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其实你看 之前在交流的时候 邱老师说到 他民主的本质 其实是一种沟通 是一种对话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是一种迷信 所以 现代社会 信息那么发达 有助于大家 去通过更多的信息 自己去思考 去得出一种结论 当然我们的这样的对话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启发 我们节目当中 说了那么多次 美西方制度 我们去分析它 也是希望通过各个维度 能够让大家 对美西方的民主制度 有结构性的 真正的认知 普通观点 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 及音频 请关注 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 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